大家好,我是蘭真律師 又到了我們律師說真話的時間囉 根據新聞報導 在台灣平均每10分鐘就有一對夫妻離婚 因此離婚率可以說是相當相當的高 但是很多人卻因為對離婚程序的不熟悉 最後導致了離婚無效的情況發生 聽到這裡你可能會覺得 天啊,怎麼都已經簽了離婚協議書了 而且還去護證事務所辦理離婚登記了 竟然會有離婚無效的情況發生呢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要講的重點囉 因你把第1050條規定 兩院離婚因以書面為之 有二人以上證人之簽名 並應向護證機關為離婚之登記 也就是說呢 兩院離婚必須要具備三個要件才會生效 第一,必須要有書面的離婚協議書 第二,必須要有兩名以上的證人呢 在離婚協議書上簽名作證 第三,必須要夫妻二人 親自到護證書所為離婚的登記 這些要件呢聽起來好像不是很複雜喔 可是在實際上操作的時候呢 卻會有非常多的變數 並不是你想像的那麼簡單喔 以下我們就來看看 實務上常常會發生的一些案例吧 第一個案例是 先生找了自己的朋友在離婚協議書的證人欄內簽名 太太也找了自己的朋友在離婚協議書的證人欄內簽名 之後夫妻二人才在離婚協議書上面簽名 然後到護證事務所辦理離婚登記 第二個案例是 先生跟太太兩個人都已經在離婚協議書上面簽名 然後先生找了自己的朋友在證人欄內簽名 太太也找了自己的朋友在證人欄內簽名 之後夫妻二人就拿著離婚協議書到護證書所辦理離婚登記 第三個案例是 先生和太太在離婚協議書上面簽名之後 兩人找來了共同的朋友在離婚協議書的證人欄內簽名 之後先生又再去找了一個朋友來把證人欄內簽名補齊 然後夫妻二人才去護證書所辦理離婚登記 第四個案例是 先生和太太在簽署離婚協議書的時候呢 有一名證人在場見證 而且有親自簽名 之後太太又去找了一個朋友在證人欄內簽名 之後才去辦理離婚登記 以上四個案例到底哪一種會導致離婚無效的情況發生呢 答案是 四個都會無效 因為依據我國法院的見解呢 合法而且有效的證人呢 必須要具備完全行為能力 不能夠是未成年人或者是有受監護宣告的人以外呢 還必須要親自確認離婚的雙方都確實有離婚的爭議才行喔 否則雖然證人有在離婚協議書上面簽名 仍然不能夠算成是有親自在場聽到或者是見到離婚的雙方確實要離婚的這樣子的情況 所以呢並不能符合民法第1050條的離婚要件喔 我們在上面的四個案例中呢 都至少有一名證人沒有親自在場呢 聽到或者是見到夫妻雙方簽署離婚協議書 或者是呢沒有辦法親自呢向夫妻二人呢求證他們有沒有離婚的爭議 所以呢都會造成離婚無效的情況發生囉 隨隨保險的作法呢就是建議有離婚意願的人 在兩人簽署離婚協議書的時候呢 一定要有兩名證人在場見證 並且親自的確認兩人確實有離婚的爭議之後呢 才在證人欄內簽名 之後再去護證書所辦理離婚登記 這樣子就可以確保萬無一事囉 好啦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啦 喜歡我的影片呢別忘了幫我按讚分享按訂閱還有追蹤我的IG囉 我是銀針律師 我們下次見拜拜